画面上是基隆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渊祥 在宫谷岛海上乘风破浪的有趣画面 这次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与产发处长林鼎超 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以及多位市议员郑凯玲 陈怡林敏勋施伟正 还有姐妹市促进会理事长陈士斌 总干事李经纬 并与宫谷市长坐席位一起登船名喇叭 正式启动第三场帆船赛事 很开心这次可以有我们的市议员 还有我们两位处长的陪同 还有我们理事会一起来 来到宫谷岛看帆船比赛 我觉得我们来到的感觉是 他们看到了父母官过来 他们心中一定很欣慰 那刚才宫谷市长也跟我们一起 参加这个行程 我相信在透过双方这样深度的交流 一个帆船比赛 一定可以让两世之间的感情变得更好 很希望基隆变得更好 也希望让基隆的能见度变更高 那看到很多是来自我们台湾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那我们特别大声的为他们来欢呼 为他们来喝彩 那希望说他们可以在这个比赛都夺的夹击 让我们大喊一声台湾No.1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借由这次的活动 让这个基隆跟我们这个 琉球的日本公务导师 这两世的这个 是交流可以更加的顺畅 那我们这一次来到我们这边帆船比赛 希望说我们之后的所有的帆船比赛 我们的台湾的朋友 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爱好游艇的这些帆船 能够来参与这个这么盛大的一个比赛 赞 今天很开心来到宫古岛看这个帆船比赛 希望了我们基隆市的未来 也能多办一些帆船比赛 海域性的活动 那今天在这个宫古岛 气候非常稳定 希望每个选手都能够夺得夹击 然后也希望我们基隆和这个宫古岛之间 能够有更多的交流 基隆市公测会总干事刘启奇 也跟做洗卫市长谈到 两市的交流不仅是官方友谊的象征 也为民间创造许多机会 期待未来双方工商界的业者 能够举办相关产业会展 展开民间交流的可能 为两市创造双赢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